巴黎奥运会男子四成100米混合勇接力决赛 中国队夺冠创造了历史 这场比赛 徐家瑜第一个交棒 成绩是52秒37 第二棒正是状态复苏的秦海洋 夏水是第一名 这位世界冠军没有错失机会 单棒成绩57秒98 依然第一个交棒 第三棒则是孙家俊 蝶勇相对是中国队的弱下 但也还是基本稳定 第三个交棒 最后就是潘展乐 作为世界纪录保持者 开始冲击冠军 在第一个50米 潘展乐追到第二位 最后冲刺 潘展乐大爆发 最终超越到第一位 单棒成绩45秒92 中国队最终3分27秒46多的冠军 美国队第二 法国队第三 潘展乐本次比赛两金牌收官 太炸裂了 徐家瑜也终于拿到了 期待已久的奥运金牌 比赛一天 ik晚安 未经养 比赛一方面